我是叶青林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下面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28号日本在最西端的宇纳国岛 正式设立了一座沿岸监视部队基地 并派驻了大约160名的自卫队人员 并配备雷达 而在今天日本新安保法正式实施 在这敏感的时刻前夕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一举一动 尤其引发关注 日本29号起正式实施新安保法 历劫日本政府基于宪法第九条 不允许行使的集体自卫权得到解禁 日本自卫队可向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等 海外活动由此扩大至全球规模 战后的日本安保政策迎来重大转变 而营救被武装组织袭击的联合国人员 的持员护卫等联合国维和行动 实际新任务实施将推迟至今秋以后 不过法律上可以运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今天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 该法的施行使日美两国可在紧急情况下 互相协助加强了同盟的纽带 以提交安保法废除法案的民进党 共产党等主要在野党将继续批判该法违宪 随着下级参院选举的临近 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论战预计将愈演愈烈 另据新华社报道 就在新安保法实施的前一天 28号 日本自卫队在日本最西端的 宇纳国岛正式设立一座 沿岸监视部队基地 标志着日本强化 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的新步骤 宇纳国岛属冲绳县管辖 面积大约30平方公里 人口约1500人 它位于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南 大约150公里 这支沿岸监视部队人数大约160人 配备雷达 只在24小时监控船只和航空器的活动 沿岸监视部队与纳国岛基地 2014年开工建设 是1972年 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后 日本首次在冲绳新建自卫队基地 与纳国岛民众对此心情复杂 一方面自卫队驻扎将有助于该岛基础建设 但另一方面 与纳国岛军事化将把岛民 拖进中日领土争端的冲突最前沿 28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就日本启用了 与纳国岛新雷达观测战仪式回应称 希望日方多做对地区和平稳定有利的事 我们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 切实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政策上 慎重行事 多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互信 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饱受争议的日本新安保法案 今天终于是在日本民众的抗议声当中正式生效了 在这里我们先请张斌给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安保法的前世今生 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集体自卫权解禁的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对于日本进行了一个相应的管辖 那么占领日本之后 它的日本的宪法 美国参与相应的制定 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和平宪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对于一种交战权 对于相应的使用武力 有着明确的界定 日本宪法第九条就明确规定了 日本放弃以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 使用武力等等 同时也不保留陆海空的这样的一种武装力量 那么这就是我们把日本的宪法 成为和平宪法的重要原因 它的宪法在军事层面上就是四个字 叫专守防卫 历届的日本政府也都是沿用着 这宪法第九条的相应的条款的限制 来对集体自卫权加以限制 对日本的相应的这样一个军事力量加以限制 但是安倍政权上台以后 我们看到它采取用切香肠的方式 小步快走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香的突破 一方面它要把相应的原来的武器出口三原则 转变成武器转移三原则 两个字有一定的偏差 一个词的变化 但是这个含义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另外它在安保法上也要寻求一个香的突破 也就是说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什么叫集体自卫权 就是说我和我的哥们特好的朋友 按照专业术语说是关系密切的第三国或者其他国家 一旦它发生事 我有帮助的义务 这就要集体自卫 一起来自卫 其实这种自卫恰恰是美国和日本在当下 在他们各国不同的海洋利益方面的一种集中体现 那么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集体自卫权 利用安保法 也就意味着日本朝向动用武力迈了非常大的一步 原来只是自身遭到威胁才能够防御 那么现在不管有没有威胁 哪怕是美国遭到威胁 它同样也可以使用这个军事力量 那么这就是日本啊 特别是安倍政权上台以来的一系列的举动 日本共同社3月29号报道说 安倍政府主张安保法的实施能够使美日同盟得以巩固 提升避免纠纷的威慑力 张明您认为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安保法提升有助于增加日本的所谓威慑力吗 这完全是把事情弄反了 原本日本专属防卫的这样的一种特性 那么它采取的是相对封闭的状态 一旦开放开来之后 它不但说是威慑力没有提高 我觉得日本的危险性反而增大了 一旦发生相应的军事摩擦 或者出现什么撒枪走火的状况 那么日本根据它的这种集体自卫权 参与美国的相应行动 那么对于日本来讲 就直接介入了战争 对它的影响也就会直接的展现在日本的自卫队 或者说日本相应的国民身上 这一点啊 我觉得它通过了安保法之后 不但没把它的威慑力提升 反而把日本国民 包括它的这自卫队 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 恰恰是危险性反而增加了 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的第一权 就是被指示挥向中国 就在3月28号也就是昨天 日本自卫队在日本最西端的宇纳国岛 正式设立了一座沿岸监视部队基地 距离我国的钓鱼岛只有150公里 距离日本东京则超过2000公里 而且比日本自卫队原先最西端的宇纳岛基地 离钓鱼岛又近了140公里 张明你怎么看待日本的这样的举动 日本这样一个举动啊 其实有它的深远的一个目的 日本很早就把西南有势 作为它防御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什么叫西南有势 也就是这个东海 包括钓鱼岛一线 那么作为防御中国的 跟中国发生摩擦的一个重要的地区 它进行了一个相应的部署 这次日本在宇纳国岛上安插了相应的自卫队 同时打开了它的X波段的雷达 那么这样的一种举动 对于地区的局势的紧张是会加剧的 对于日本这样的一种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挑衅行为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宇纳国岛 它的位置非常的关键 它距离中国的钓鱼岛只有150公里 距离我国台湾岛东部地区只有100公里 这样一个位置安上了现在最先进的X波段的雷达 驻有相应的军队 在未来可能还有第二梯队的这种快速反应部队继续增援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离我们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边缘非常的近 在这你用这个雷达照射 直接就会覆盖钓鱼岛 覆盖台湾 覆盖大陆的沿海地区 乃至于朝鲜半岛 甚至俄罗斯的部分地区都会被它在它的雷达的控制范围内 这种非常敏感的战略要地 部署的相应的兵力 很可能引起相对国的一些反制 或者说刺激起对方的一些相应的情绪 根据报道 日本自卫队在宇纳国岛的这支沿岸监视部队人数 大约是160人配备了雷达 希望在24小时监控船只和航空器的活动 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放在宇纳国岛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宇纳国岛 一方面在台湾的东面一点 110公里 可是你知道距离钓鱼岛 在150公里而已 这么近的距离 好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 当他做了 做了就是说呢 这个沿岸的监视部队 全天候的雷达扫描之后 不只是台湾 台湾当然了 其实几乎是被看光光的 但是他真正的目的 相装武剑了 亦不在台湾了 透过这样子一个岛屿 隔着台湾 他对于呢 中国东南沿海 所有的海空的军事行动 他的一个监控 跟他的警备起 可以拉得更长 众生呢 拉得更大 在过去呢 我们就就曾经呢 就曾经谈过 其实有关于钓鱼岛的争夺战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国是比较有利的 中国在沿岸的准备 对于钓鱼岛所发生的军事冲突跟资源 都会比较有利 因此日本的所有西南诸岛不只是在 宇纳国岛 之前的石渊岛 宫谷岛 有关于飞弹跟沿岸的警戒部队的部署 都已经完成 宇纳国岛虽然早就已经 已经知道他要这样子做 但是真的开始做的时候 你认真想的时候 那是不寒而栗的 那个第一岛舰呢 之完整 即使没有了台湾 有了宇纳国岛的部署之后 日本都足以单独满足美国 对于中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电的封锁的目的 有分析认为 随着日本将宇纳国岛军事化 未来这里可能成为中日新的军事摩擦点 日本为什么要有意升级事态呢 张铭 日本升级事态原因无外乎这么几个 一个它的右翼势力 现在占据了主岛地位 所以在钓鱼岛附近部署兵力 这是符合它右翼势力进行防御 甚至作为前进跳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 这也是它迷惑日本民众非常重要的一个招数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我们要受到了外来的威胁 我们所属的领土被对方所侵占 这就会激起日本民粹主义的泛滥 日本民众就会被这种错误的宣传 错误的史冠牵着鼻子走 这样就会对日本的安倍政权进行进一步的支持 这恐怕它是渲染这种或者提高摩擦等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但是其实你看它这一系列举动 说实话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反对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止过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上的本岛上的著名 因为它属于冲绳的一部分 那么本身就很担心你这样重兵部署在这里 未来还有什么暗机的这种暗箭导弹 地空导弹等等 那未来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战场 我们自己会不会成为炮灰 这都是日本一些民众的担心 所以这样的一种举动其实不仅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让这种态势有所升级 另外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弹 同时由于日本在二战之后 对于历史问题 对于给周边国家造成的伤害 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更不要说什么认错呀 谢罪呀等等 所以这个国家我们一直是要提高警惕的 而且日本呢也是有种突然发动袭击的传统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他的军事实力的提升 他突破了相应的一个和平宪法之后 要提高对日本的这种警惕之心 以防二战的这种情况再次出现